凡传过必留下痕迹 那IPTACS呢 它在做一个档案传送的时候 如果对方 它没有按下接收的话 那这个档案呢是出不去的 所以有时候呢为了 预防一些比较有争议的情况 出现它会有一个记录 那我们在 工具的这个传输管理器 这里点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得到 所有的传送记录 在这一个记录上面 它会有接收的记录 也会有传送的记录 那传的 这一个昵称 包含它的这个IP的位置 传的什么样的档案 什么时候传出去 花费的这个时间 花了多久 那它的进度 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完成 这边通通都会有一些记录 那当然 我们如果是传送给对方的 我们所看到的 就会是传送记录 而在对方的电脑上面 它会出现的是一个接收的记录 而这个传送跟接收 并不是单方面能够产生的 必须要传送和接收 这个动作 双方都完成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一组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如果说其中一方没有完成 那么这一组的记录是出不来的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整个档案的一个 传送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好 好 好